最近有个男粉丝 每天给我打十几个电话 我是实在受不了了 喂 你好 说三 我很喜欢你 可以嫁给我吗 对不起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自从他知道我的号码之后 开始没完没了地给我打电话 说的总是同一句话 喂 嫁给我 不行 白天会打 晚上也会打 做饭时候打 开车时候也打 完全不看时间 甚至还会换着电话打 我就这样煎熬了几天 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只能不再客气了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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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再骚扰我的时候 电话还是来了 又打来了 手机给我 闺蜜拿走我的手机 替我接了这通电话 后来这个人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问闺蜜那天到底说了什么 闺蜜总是笑笑不说话 你们能猜到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吗